今天我們從宜蘭車站出發 首先往縣政府的方向前進 宜蘭運動公園 縣政府王卓 縣使館到囉 那縣使館的旁邊就是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政府歡迎您 宜蘭縣政府就好像在公園裡 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個政府機關 非常有庭園之美的宜蘭縣政府 縣政府對面有這個積木博物 目前展區在整修中沒有開放 但是可以免費參觀 離開縣政府還有積木博物館 現在往陳定南紀念園區前進 凱旋國民中學完全沒有校門 Google Map要我走上來這個河體 然後再下去再沿著河岸旁走往陳定南紀念園區 下來以後這個福州西 看起來是左右兩邊的路都可以了 那我就往右邊走 左邊這邊是南洋溪 那剛好河堤上面這裡有自行車道可以走 西北環線18K 西北環線20K 現在準備上這個葫蘆篤大橋 然後往左通過南洋溪 沙石車出入平緩 從這個大德路一段這邊右轉 一周路二段左轉 一周路二段過來以後 有這個千末間 旁邊這一條路 進來大概兩三百公尺的左邊 這是陳定南紀念園區 大街 多中間 走一圈 大間 從此 街 大街 我当人喜欢与受人尊敬 无法两全 我宁愿受人尊敬 这间咖啡厅正在整修 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来蕎羊 有一句话叫做蕎羊羊 吃饭就蕎羊 所以就用这个蕎羊羊 来代表陈定南的亲人 向右转 好离开陈定南纪念园区 现在往物园心灵园区前进 走往安农溪的方向 前面这里就是安农溪 左边这边有一个安农溪分红宴水门 可以走往对面 安农溪分红宴水门 还有桥可以往左边走 这边走过去应该可以从红色那边的桥回来吧 很舒服的地方 要从大浦二路左转 要找个地方下这个单车道 安农溪分红宴过来以后要走这个平面道路 到了这个大浦二路就左转 遇水则发 这里是那个柯林涌泉进入生态园区 这个有鱼道 给鱼走的路 绕回来玉水则发这里 然后对面有这个柯林涌泉生态进入教育园区的标示 再往里面走 进来大概两三百公尺 就是到了这个物园心灵文化园区 这是物园长廊 这是物园池上便当的老板所创立的园区 这里是他的家乡 他创立的第一间店是在东山河家要站的旁边 离开物园心灵园区 我们现在往罗东前进了 安农溪分红宴 那接下来就沿着河堤旁边的马路 往罗东市区前进 罗东运动公园还有2.1公里 通过北城桥 过来以后左边就是罗东运动公园 罗东林业文化园区 罗东林业文化园区 进来有这个竹林车站 竹林右边往罗东 左边往歪载歪 有这个环湖铺道 很多人在运动 生意馆 离开林业文化园区 离开林业文化园区 那我们就在罗东车站结束今天的行程 下次见啰 好 你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